抽出时间呢 用来给咱们答疑解惑 叔叔好 好 好 大家好 好 那就开始咱们 开始咱们今天的这个 网上的互动环节 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 是看看哪位来提第一个问题 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澳大利亚的家人 马来西亚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郭老师好 好 来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提问 好 来 开始 郭老师好 好 我是带一位家人提问 他第一个问题是 可否请郭老师 为我们解释 如何说生命的本质 是圆满的呢 好 生命的本质是圆满的 这是真与实相 但是有些宗教 他会告诉你 你生命 会告诉信徒 会告诉众生 他们背负着原罪 或是有很多的业障 业力业障 要知道 背负原罪 业障的那些观念 那是宗教界 宗教给的包袱 不是生命的实相 而为什么说生命的实相 是圆满的呢 来 大家好 好好地去体会 大自然给我们的空气 是新鲜 没有污染的 大自然给我们的水 不管是山川河流的水 或是山泉水 大自然给我们的水 是干净清净 可以直接喝的 大自然给我们的生态环境 是美好的 空气新鲜 植被也很好 但是 人类却把大自然给的 空气污染了 把大自然给的清净的水 污染了 所以要知道 那些污染 来自于人类的破坏 人类的污染 不是本来就这样 好 那我们要体会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不管谁 任何人 我们的生命都来自于大自然 来自于道 来自于法界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辞 那只是名相不一样 不管你承不承认 不管你用什么名相 所有人 我们的生命 都来自于同样的源头 道 宇宙一切万有的总源头 是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生命 这个源头来自于道 来自于法界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我们生命的元素 全部都是来自于道 也就是都是清净 无人 清净没有无人的 这是真正的真理实相 至于 为什么后边会有产生 强烈的自我意识 贪心 称心 我慢 那个是 一方面是被污染了 被人类的教育 被社会教育 被大人 名利心 污染了 所以那些自我意识 自私自利 那是人类的心灵被污染 就像流水 现在的河流 那个水质 都已经被污染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 每个人 我们都有神圣 清净 圆满的本质 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生命 它是本身就是神圣 清净 圆满 这是我们的本质 至于 你后边变成会有自我意识 自私自利 怀疑心 会有那些贪心 称心 要知道 那个都是后天的染污 后天的染污 所以我们修行的重点 就是不要去染污 不要去用各种法门来强化自我 很多人的修行观念 是找寻各种法门 那不断地在那里强化自我 像这样的话 你越修 越努力修 反而会离到越远 为什么老子要我们学到五尾 那个五尾不是消极 简单的讲就是 你不要用自我去造作 不要去污染 不污染 不破坏 我们的生命 它就会回复 回归我们纯净圆满的生命 本然状态 好 这个问题 跟大家做这些回答 OK 感恩波老师的 这个问题解答 现在我们有请看看 第二位 请问的同学 谢谢郭老师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郭老师 当一个大侧大物的同时 他的自我立马就消融 还是也需要在生活中 历练 感恩郭老师 这个应该是要分成两方面 因为一般人对于 所谓的大侧大物 那是他从他所听来的 看来的一些知识见解 所以一般人对于 什么叫做真正的大侧大物 因为他本身如果还不是 那他也都只是听来 所以对于大侧大物的人 他后面的展现怎么样 一般人也是听来 都是听说的 好 我要讲的是生命的实相的情况 因为物 开物 物有分成小物与大物 大侧大物 一般人而言 很难一下子就来到真正的大侧大物 那是要经过所谓的小物 积累很多的小物 到有一天 形成所谓的大侧大物 所以不是 不是像有些人 他已经开物了 然后他什么 一物百物 一物百一了百了 实相上不是这样 所以物有小物有大物 至于你们问题所提到的是 大侧大物 那是来到最高级别的 真正的大侧大物 如果真正是大侧大物之人 他的自我 他自然消融 那个自我 他自然就消融 也就是像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 十个结幅 就全部都 断除 问题是 一般人 不容易了解 他深层的结幅 没有断除 现在如果 我们现在假设 他是来到真正大侧大物的话 那照理说 实相上 他应该是十个结 全部都断除 也就是自我意识 彻底的消融 因为这是最难突破 最不容易突破的 的关卡 好 现在假设他是大侧大物的话 那他自我是消融 如果是这样 那他本身 要不要在生活中 历练呢 他本身 如果真是这样 他就行允流水的 呈现出 他生命的实相 行允流水的 做出 生命的本然 生命的实相 就这样 只是一般人 不容易看得懂 不容易看得懂 至于说 要不要在生活中 历练呢 这个就像 你说你开悟了 你认为你开悟了 大侧大物了 是真是假 这个就是要在 借静来历练 如果是真的 那真金不怕火炼 他就是真的 一个大侧大物的人 自我消融 当然就没有 所谓的私心 没有那些名利心 所以在立元对静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 那是自然的呈现 是不假造作 所以他自然就会 呈现出 无我无私的 高等心灵的生命品质 问题是 一般人 一般信徒 不容易看得出来 不容易看得出来 真人 在这个世间 也少有 我讲的是 大侧大物的真人 在这个世间 也是很稀少 一般人 也不容易认出 那一般人 对于什么是 修行人 什么是 有德行的人 一般人 有一般人的认知 但是 他们所认知的 什么是修行人 什么是 德行高的人 跟真正 生命实相的 大侧大物 大智慧 这个是 会有落差的 也就是 实相上的 真正解脱者 智慧者 跟一般众生 所认为的 修行者 有德行的人 这是会有一些 落差的 所以一般人 很容易从外表 来衡量 来看 这个人 是不是 修行人 这个人 是不是 大智慧者 这个人的 德行怎么样 一般人 很容易 从外相 来分辨 那遇到 真正的 真人 大智慧 无我无私的 真人 一般人 反而不容易认出 所以 这个题目 要问的就是 他们在生活中 是不是也要 历练 那个自我 就是 消融之后 在生活中 要不要历练 那 这个就是 我想 这个不是 很重要的重点 就像 中国的六祖慧能 他 大侧大物 他后面 他还是在 列人队里面 来经验 历练 那只是 借静 来磨练 他 是不是 真正的 做到 这个 这方面呢 可有 可无 可长 可长 可短 只是他看 实际 因缘成熟 他才出来 现在 重点是 我们 每个人 怎么样 勉励我们自己 要来到 早日 大测 到物 早日 远离 颠倒 梦想 这个才是 重点 OK 好 好 谢谢郭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郭老师 今天为我们 答一集后 我想问 第三个问题 我想问 郭老师 就是像老师 刚才说的 那些大车大物的人 他们超越了 二元对立 但他们 与世间互动时 又不免被问到 对各种 对世间 各种事情的看法 我想请问 这些没有 自我意识的 圣贤们 对世间的 所有事件的 好坏对错 是非取值的判断 都会是一模一样的吗 谢谢 好 这个问题 是要探讨一些 变成是探讨 那些大车刀人 他们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想 如果以我个人 我探讨的重点 不是在 他们会不会一模一样 而是我会 一一地向他们 看起学习 《金刚经》里面 有一句话 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区别 你们有没有读过 这一句话 《金刚经》里面 有这一句话 一切贤胜 皆以无违法 而有区别 也就是说 那些大智慧的人 大侧大物的人 他们来到了 无我无私的 最高心灵品质的世界 但是他们在这个世间 他们会呈现出 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不一样的作为 这个就是因为 就比如说 耶稣 释迦摩尼佛 老子 孔子 苏格拉底 他们都生活在 不同的时空背景下 他们有他们成长的环境 他们都是在这个地球上 智慧很高的人 那至于他们呈现出来的 表象未必相同 佛陀有佛陀的表达方式 老子有老子的表达方式 老子有老子呈现 宇宙真理实相的方式 耶稣也有耶稣的呈现的方式 所以他们呈现出的方式会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但是那个本质是相同的 本质是相同的 就像宇宙 有宇宙的运转法则 宇宙的规律 不同时空背景的人 如果他们真正大测大物 他们看到的宇宙的运转法则 规律那是相同的 相同的 问题是 因为他们生长在不同的时空环境背景 还有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他们呈现出的表达的方式 就会有不一样 那些是属于方便法 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 一切贤盛皆以无违法而有所区别 本质相同 但展现出来的表象 方法会有所不一样 好 现在重点 如果以我所要探讨的 我不是去探讨说 他们到底相同或是不相同 谁的才高 我重点不是去探讨这个 而是 像以前我在青少年阶段 我是像古今中外的圣贤在看齐学习 在青年阶段 我是像世界的四大伟人在 向他们看齐学习 我不是去比较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而是去学习他们的大智慧 我怎么样能够学到 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 怎么样成为那样的大智慧者 我怎么样学到老子的大智慧 怎么样像老子一样成为一位安心自在 聊宇宙真理 弘扬大道的大智慧者 我怎么样像孔子像耶稣一样 把他们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就算两千年后 两千五百年后 后代子孙还受他们的智慧所启发 他们在这个世间留下了他们的德行 留下他们的智慧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我学习的重点是 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生命意义 发挥出来 怎么样让他们的生命能够 如同天地一样 得撇天地灌日月 所以我希望大家学习的重点要放在这方面 不然的话像一般哲学家 一般思想家 他们就是在探讨在比较 这样的话会浪费不少时间 我是在学习他们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没关系 身罗万象许真罗 怎么样学到他们的大智慧 集纳各家的擅长 专长 智慧 然后活出你生命的神圣 这个才是重点 OK 谢谢郭老师 好 感谢郭老师 现在下面的我收到了两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有一位学友问的 他让我带问一下 他的问题是呢 老师在引导禅修时会常说 所讲的这些都是来自林山的声音 可否请问郭老师解释这句话的深意 谢谢郭老师 我以前讲课的时候有讲过几次 我讲话的声音来自林山的声音 这个含义也是很深 但是一般人的理解就会变成 就是很多的想象空间 好 简单的说 就像比如说 我喝的是清净的三泉水 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清净的三泉水 没有污染的三泉水 那我所体会的法 是来自于天地父母的启示 来自于大自然 当然我以前也向古今中外的圣险看起学习 也学习过很多的经典经论 但是到后面 但是到后面协助我去读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那是天地父母 大自然 大自然的现身说法 让我读懂这一部无知天书 那我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心灵是很富有 外表 外在世间的钱财 我并不是很多 只是基本上生活上过得去 有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 有个能够吃得饱穿得软 我觉得我这样就够了 所以物质方面 我觉得我很容易满足 也觉得基本上够了 没有缺乏什么 那心灵上我是很富有 很富有 所以对我而言 因为我生命不缺乏什么 不缺乏什么 所以我可以很单纯的来和人类分享 到哪里我都是分享送法宝 如果我心灵缺乏什么 我的内心不安 那我就会透过 所谓的弘法利生 来树立偶像崇拜 来抓信徒 搞宗教事业 建议山头 如果你心里面有明立心的话 要知道 不管你在讲的多好听 法义多高深 讲的多好听 要知道 那个背后是要吸引信徒来向你靠近 然后成为你始终的信徒 而这时候呢 这时候所讲的法 那是吸引信徒过来 而不是帮助众生真正的开启智慧 搞偶像崇拜 那个是容易落入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与众生相残扶 但是那句话含义很深 但是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不容易了解 所以在几年前 我有跟大家介绍过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的 你们可以下载来参考 1947年 罗斯威尔 美国空军基地 罗斯威尔的外星人 外星飞碟 坠毁的事件 有一篇叫做 《外星人采访记》 《与外星人的采访记》 那是一位美国的空军护士 他所采访之后 所做的记录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被威胁 绝对不可以把这些讯息公开出来 只要他公开那些讯息的话 他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所以他对这方面 他一直都保留着 保留着60年 1947年 然后他保留了60年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离开了美国 移居到英国去 因为他觉得 如果他继续在美国 他公开了那些内容之后 他的生命就会很危险 所以后面 但是他觉得那些资料 蛮重要的 需要公开出来 不然会被美国的国防部 把他监控 就是控制得很严 世间人 世间人不容易了解 所以他晚年 他移居英国 然后到晚年 他觉得要公开 如果不公开的话 世间人很多人不了解 这个地球的问题 结果当他 他觉得就算他公开了 他被害死了 他觉得他也值得了 因为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觉得 可以公开 所以在几年前 他把这些资料公开之后 网路上一样 应该大家也可以下载得到 就是外星人采访季 1947年 罗斯维尔的事件 外星飞碟坠毁 那里面就有提到 里面有内容蛮多的 里面外星人 外星人回答的一些问题 还有做一些启示 在里面就有提到 宗教演变到后面 宗教是被用来控制 控制众生生命的工具 来 大家要体会 这是在 外星人采访季里面 外星人有提到 地球上的宗教 是被来控制众生的工具的 本来是要帮助众生解脱 就像里面一样有提到 佛教 佛法 本来是要来帮助众生解脱 但是后来的佛法 距离释迦摩尼佛 一千年后 那些佛法都被篡改了 被篡改了 变质了 而篡改变质之后的佛法 大部分是被用来控制众生生命的工具 这就是 当然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 我想起了 我以前在青年时期 不断要去找寻突破 为什么佛法会从正法 演变到向法 演变到末法 为什么现在的宗教界 被称为末法时期 那末法时期跟正法时期的法 有什么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演变变化来的 这个以前我读过研究所 读过这个宗教方面的研究所 就把这些问题解开了 所以我在1990年以前 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清楚了解了 但是有些方面 我一直都不太敢讲得太多太连 因为这个会跟当今宗教界 会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很多方面 我只点到为止的讲 这是看到 那个外星人采访季之后 发现他们就把这个问题 直接的讲出来 因为法被篡改了 所以整个就变子 变得很严重了 这是1947年的外星人采访季里面 还有最近去年 我有跟大家推荐的 有一本书 澳大利亚人所著作的 海奥华预言 海奥华预言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本书 特别你们有看到吗 还有陈博士你们有看到吗 没有 还没有 我听说过几次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 网络上也有电子书 网络上有电子书 因为澳洲肯定是没有中文的 因为澳洲肯定是没有中文的 英文的我也不知道原文是什么 这样 那下次一定会拜读 对 因为这本书就是澳大利亚人所著作的 米薛 他是被所谓的海奥华的外星人 也算是好意的绑架 绑架到海奥华星球去参访 这个海奥华 他们自称为 他们是在宇宙中 文明心灵发展到最高级的星球 叫做九级的星球 而他们界定地球还处在第一级 很低的阶段 当然里面我们不要盲信 不要迷信了 一样大家就是可以参考 然后求真求证 可以去求真求证 那里面有提到的就是 地球上的 形成地球上的种种问题 他说有四个大问 有四个问题 形成地球上这么的复杂问题这么多 也就是地球的四大问题 其中第一点提到的是金钱 第二点提到的是政客 第三点提到的是媒体 第四点提到的是宗教 这本书里面一样都有提到 就是宗教 辨职的宗教 是用来控制众生 控制信徒的工具 当然这些真实的内幕 我是很清楚很了解 但是 我不能够讲得太多 不能讲得太远 我心里是很震撼 我了解真实的内幕 但是在这个时间 我只能够点到为止的讲 现在只是透过 这些外星人 还有高等心灵世界的生命 他们对地球提出了忠告 对地球提出了忠言 里面一样有提到宗教 那是地球上的四大问题之一 所以一般人认为说 某某宗教对我们很好 宗教师对我们很好 怎么样对我们很好 表面上好像对我们很好 但是要知道 就像一般的商人或是政客 政客对百姓很好 他是要百姓的选票 选票之后 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名利权势 商人对客户很好 这个好 他是要让你掏出更多的金钱 他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方面 我只能够点到为止的讲 因为如果我讲太平话 宗教界他们会不高兴 所以我希望就是 大家本来释迦牟尼佛 他就没有要做那种搞偶像崇拜 他本来就是要协助众生 学到智慧 学到真正的解脱 自在 老子也完全没有任何的名利心 他们的心灵都是非常的清静 他们就是要协助人类 开启智慧 协助人类能够来到真正的解脱 安心自在 真正的解脱者 真正的大智慧者 他们的心灵都是很清清静静的 没有丝好的名利心 没有要搞偶像崇拜 没有要抓信徒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地球上的宗教 宗教界 宗教师 能够真正的净化我们的心灵 能够让宗教真的清静静化 弘扬真正的正法 协助人类开启智慧 协助人类迈向高等的心灵 这本来是宗教存在的本质 本意 所以很希望各种宗教 大家能够真正不失宗教的本意 能够协助人类 开启智慧 安心自在 当然这方面都需要透过净化心灵 让我们的心灵 回归真正的纯净清静 OK 感恩郭老师 刚才咱们的那个 就是说在座的那个学员里头 有两位是雅婷和小菜 读过这个海奥华的预言的 我刚才看一下是网上有这个免费的中文 下次咱们一定要概读这本书 接下来呢 我还收到了一位家人提问 他第五个问题是呢 他说这位家人问 我是谁 从真实的我来说 是否可以解释成 我是一体意识 或我是直 我是决心清静本心 或我是空 那要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的决心做主 而不再 一直被我们的感官带着跑 请郭老师这个指导 好 至于我是谁 你们最近在学习 心灵成长世事本外里面 也都在探讨我是谁 还有这个我是谁 这方面这个问题 这是几千年来 人类 那些哲学家 思想家 宗教家 他们想要面对 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方面 也不要把它搞得很复杂 但是我们要了解生命实相 我讲课的时候都有提到 我们要了悟宇宙真理 了悟生命实相 我讲的 我讲的了悟生命实相 不是一般人类 现在所了解 所看到的这样的肉体 躯体 不是这样而已 表象上也不是这样而已 当然这个含义还有很深 因为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形的肉体 跟无形的灵魂 心灵 组合而成 而且心灵它是主帅 心灵是主帅 不管我们的生命 由哪几部分 组合而成 现在重点就是 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 能够存活 那都是大自然 天地父母在养育 我们的生命 那是大系统里面的 一个小系统 我们这个生命里面 你我他这个个体的生命里面 还有很多的小系统 所以我们就像 就像那个太极图 由无极太极两仪四项八卦 这样一直的分颜 也分辨下去 你从任何一个点 把它摘出来之后 它又可以是一个点 开始继续在演化 你可以演化细细到无穷的细 大到无穷的大 但是不管是细小 微细或是大 就像大到太阳系 太阳系它也不是单独 能够独自运作 它还是银河系 这个大系统里面的一部分 银河系也不是单独运作 它是整个宇宙里面的一部分 那这个宇宙呢 又不是当 也不是只是当今科学界 所用天文望远镜 哈勃太空望远镜 所看到的这样 宇宙不是只有这样 多重的宇宙 奥妙的宇宙 不要只停留在物质界 所以这个就是 宇宙它是很奥妙 《道德经》第一章就讲出来 那是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好 那问题是 那我这个生命 来 我现在用一个比喻来讲 你我他 我们就像太平洋上的一个波浪 大海洋上面的 里面的一个波浪 那这个波浪呢 它的形成有它形成的因缘 消失也有消失的因缘 但是当它形成的时候 它跟整个大海并没有隔离 并没有脱离 人类的大问题 人类的错觉就在于 当我们形成了这样的肉体 生命之后 自我意识就把自己跟大自然 跟天地父母 区隔开了 这个是人类的最大问题 人类把这个自我的生命跟源头 跟天地把它隔开了 所以就演变出所谓的苦海无边 这个就像我们本来是太平洋形成的一个波浪 但是人类的这个生命出现之后 自我的生命出现之后 那个自我意识它就把它跟太平洋隔开了 就认为我这个波浪跟太平洋无关 甚至还会认为太平洋是它的敌人 或是太平洋会把它这个波浪吞没掉 所以会很怕 所以很多人那种修行的观念 把大自然认为这是外境 就像恶魔 所以他一直在守护他的六根 不能够跟大自然多接触 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导致他的生命跟大自然是隔离开的 一个隔离开的生命 他用自我再修 不管你再怎么修 你找不到生命的究竟归一处 找不到生命的大安心大自在之处 因为是那个自我意识 把他的生命跟源头阻隔开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我们这个生命 你我他这个生命 它是对现在是真实的存在 你是你我是我 我跟陈博士跟特配你们 还有跟马来西亚的家人 你是你我是我 但是他我们吃饭在不同的环境时空 你吃饭你肚子饱 我吃饭我肚子饱 对我们有这样个个别体的差异 但是要知道 我们就像我们都是太平洋上的波浪 我们的生命本质 它是一体的 生命的本质也一样的 我们是一体世界里面的生命体 所以你说要问我是谁 我们有单独的这个个体生命存在 是不错 但是这个单独的个体生命存在 它不是单一就能够存活 它是跟整体 它是一体 离开不了 区隔开 没办法区隔开的 所以我们是整个一体生命里面的 神圣的生命 这个神圣的生命 它还是整体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整体没有把我们消灭 但你这个自我 你再怎么厉害 你没办法脱离这个整体 就像你太平洋上的波浪 你再怎么厉害 再怎么凶猛 再怎么跟太平洋对着干 你的生命 你赢不过太平洋 你也没办法脱离太平洋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个体的生命是存在 但我们跟总体它是一体 我们是 我们你我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 我们身体里面还有很多的精密的小系统 那我们这个系统又是整个大系统的一个点 所以生命它是形成一个整体 就是一体意识 你们现在所在学 这个心灵成长方面的课程 就是协助我们从那个错觉幻觉的自我意识 然后逐渐的突破突破 来到一体意识的世界 那种来到一体意识的世界 并不是说生命就消失 生命就没了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的心量打开到无限 我们的自我意识消融 你这一滴水 以前是死死的捏着 不敢让它融入大海 怕消失 但是有一天当你了解生命实相 它是一体的时候 你会把这一滴水 这一滴水 你会把它放开 放开跟整个太平洋大海融为一体 这时候你的生命 就是跟整个法界天地融为一体 而这种融为一体的生命 有个体的存在 但它没有那些自我意识 没有那些自私自利 虽然是有个体的存在 但是它的心胸度量无限 它能够活出生命的喜悦 生命的意义 OK 好 感谢郭老师 这个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这个有几位 还有几个问题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前面这个我还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前面所提到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我们的决性做主 才不会落入那个自我意识 这个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一个题目 就是因为一般人 他惯性用自我在运作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到 让这个自我意识 能够逐渐的淡化 这个就是有跟大家分享的课程 我有讲过这一系列 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 人人必修的课程 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 人人必修课程 这一套课程 并不繁琐 很精简 而且很实用 如果要说它的实用性的话 它比试炼处都更精简 更容易应用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 把这一套课程多听几遍 练习的去做 里面都有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开发我们的心灵觉知 心灵觉知的开发非常重要 这个跟一般人用那种开发明觉 开发觉性 这是有不一样的 看起来表象上好像相同 但是那个你真正用心去练习 你会发现这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讲课的时候也有讲过 武林高手那些在武林中的人 他们的警觉性是很高的 那是警觉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 你开发那个觉性 你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开发觉性 你这样就是代表觉醒了 就代表破除无名了 不是啊 不是这样 一般人用自我在练习 开发的活在当下 就算你一直练习的活在当下 大部分的人还是用自我在练 还是在练功夫 那个活在当下 它还是处在警觉的情况 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放松 所以还是一样 用自我在练功夫开发的那种定力 开发的警觉 这个不是我们所要提到的 心灵的觉知 所以我在讲 修身养性净化 心灵这一套课程里面 有协助大家 教导大家 怎么用最简单 有效的方式 开发我们的心灵觉知 你真正开发出心灵的觉知 用心灵来听 用心灵来触 用心灵来看 这个心灵就会让你 用当下清静 真心来学习 来体会 就会有所谓的心灵神会 那个体悟 它就会出来 深度就会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小看 大到自简 方法越简单 越单纯 直接的切入 协助大家 开发心灵的觉知 你真的练习 多练习去做 你就会越来 越安心 越来越轻松 开发心灵的觉知 这是让我们生命 迈向觉醒 很重要的关键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不是一般 练功夫的那种 活在当下 这是不一样的 开发心灵觉知之后 一样它是活在当下 但是 用自我练习的 活在当下 跟开发心灵觉知之后的 活在当下 那是不一样 这个就好像以前 讲课的时候 有讲到 无常的现在 跟永恒的现在 同样是现在 但是 那是不一样的 有时间性的现在 跟 无时间像的 现在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方面 这个大家 要用心去体会 去练习 去对比 你才会知道 哇 原来开发心灵觉知 这么的重要 这是让 协助我们 生命迈向觉醒 你真正 开发心灵的觉知 你的生命 跟大自然 它是逐渐 它就是融为一体的 你能够处处 读懂 大自然的 大智慧 大奥妙 如果是 用自我去练功夫 练活在当下 的那种功夫 它就算在 生灵中 修个几十年 还是一样 它的生命 跟大自然 是脱离的 它没办法 去读懂 大自然的 启示 所以 这个就是 微妙 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要用心 去对比 去练习 去对比 OK 好 非常感谢 郭老师 不知不觉 时间都快到 这个澳洲的 十点钟了 我们这边 还有好几个 问题等待的 那个郭老师的 答疑解惑 郭老师您看 要不然再 一个 再问一个问题 再问最后 一个问题 那我还有没有 问完了呢 留到下一次 下一次 其实我们也 快结束课程了 待会儿再讨论 这个 好 再最后一个问题 那哪位佳人 郭老师您好 我是Sunny 我带家人问您 一个问题 是生命的真正实相 是无我 但是无我 不是落入断空 断灭空 也不是去抓一个 恒常不变的真我 请郭老师解释后面这句 生命的实相 也不是去抓一个 恒常不变的真我 谢谢 好 确实这个是很深的问题 一般就算他在修行界 修行了几十年 甚至好几辈子 这个问题 一般人也不容易 突破 也不容易真正了解 修行 为什么说 不是去抓取一个 恒常不变的真我 来 我现在要回到一般世俗人 一般世间人 一般人 说要修行 但是 他是要用找寻那些 练功夫的方式 因为一般人 他很怕无我 来好好体会 一般人 他是很怕无我 但是 释迦牟尼佛 还有老子 他们跟我们讲的 就是要来到无我 我也体会到 宇宙最高的心灵品质 是来到无我 无私的状态 无我并不是 没有这个生命 很多人错觉 释迦牟尼所讲的 那个无我 认为说 我们修行就要修到 把有生命修到没生命 有生命就是苦 然后要修到没生命 就没有苦 这真的是很大的错觉 误解 如果说 修行有生命就是苦 然后修到没生命 那你修到没生命 那你要来干嘛 要把有生命修到没生命 这样才叫做 咬脱生死 咬脱苦 事实上这是很严重的误解 生命 不会真正的消失 物理学家就告诉我们 宇宙的能量 智能不满 还有守恒定律 物质跟能源 它只是变化 不会消失 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任何人的生命 不会真正的消灭 不会真正的消失 不管你再怎么修 再怎么否定生命 生命不会真正的消失 它只是会变化 变化 好 有的人 他因为在这个世间 得不到他所要的 所以他就否定这个世界 否定生命 是这样 但是 更多人 绝大多数的人 他们是 怕 没有生命 怕 无我 所以要了解 一般人 他是怕无我 所以他百般设法 要巩固 那个自我 百般设法 要巩固自我 他会 被告知 你这个肉体是无常 肉体会死掉 所以他就知道说 那这个肉体 抓不住 那我要抓 那个心灵 抓那个灵魂 所以他就要 设法 巩固 抓住一个 恒常不变的灵魂 恒常不变的 那个生命主体 这个就是 演变形成 所谓的 真常 唯心 他要抓住 那个心 恒常不变的 什么真如本我 而且要恒常不变 这种观念 他是 本质 骨髓里面 他就是 怕无我 抗拒无我 好 问题就是 不管你在怎么抓 生命 还是 在宇宙的运转 规律里面 生命 他还是在 流动 生命 变化 所以 一些修行人 他们内心里面 他就是要 抓住一个恒常 所以会 修得很苦 修得很紧 因为他怕生命消失 怕无我 好 那结果呢 又会有各种的 说法 各种的论证 怎么样证明 人有一个 真常不变的真如 真常不变的真心 这个都 在台湾 以前有一位 国际间 非常有名的高僧 就是应顺长老 这是一位 让我很敬佩的一位 真正的高僧大德 没有名利心 他个人也没有在搞宗教事业 没有搞偶像崇拜 这是令我尊敬的一位 真正的 有德行的长老 他就帮助 佛教界 整理出 很多的问题 把它简单化 把它 系统化 微纳整理 希望能够 让大家学到智慧 在应顺长老 他就有提到 很多人 学习 学习到后面 落入了 所谓的增长维心系 而里面一样有提到 禅宗 禅门禅宗 到后面 他的经典 也容易落入了 增长维心系 要找出一个 什么不变的真我 当然这是 一些宗教界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扯那么深 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 宇宙的运转法则 它都是在 不断的生命无常变化 生命无常变化 这是中国的《易经》里面 所提到的那个 《易》 《变易》 《简易》 《不易》 《不变易》 那个《不易》就是 这是宇宙的法则 它永远都存在 而宇宙运转法则 它就是 都是在 生命流动变化 所以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实相 不管你是哪一部分 有形的肉体 无形的心灵 它都在流动变化 都在变化 怕无我 怕生命消失的人 他就会设法要找出一个真我 所以他本身会修得很苦 很紧 就算他后面 他认为他找到了 很多方面也是 他一直在 所谓的保任巩固 而也是不断的在 自我暗示 自我催眠 一样 生命没有办法 真正洒脱自在 了解真正生命实相的人 了解真理 了解生命实相的人 他知道 原来我们这个生命 它是整个道 法界的一部分 法界的神圣存在 我们的生命 跟整个大自然 是一体 就像太平洋的水 全世界 全地球的海水 它是一体 而全世界 不管哪一部分的 海洋的海水 都在流动 变化 澳大利亚海边的海水 跟马来西亚海边的海水 也在流动 变化 马来西亚这边的海水 也有可能流到 澳大利亚那边 也有可能随着洋流 流到中国 然后流到美国 这些海水 它都在流动 变化 那一般人的问题 他就是怕无常 怕无我 所以就会造作出 很多所谓的 颠倒梦想 违反了大自然法则 那违反大自然法则之后 他内心的恐慌 不安就会出来 他的苦海 就会出来 所以要让苦海消失 要真正安心自在 关键核心就在于 我们了悟了宇宙真理 了悟了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一切都在流动变化 不管有形的肉体 无形的生命 无形的心灵 一样都在流动变化 当你真正了解之后 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信任 放开 信任法界 信任生命 就让它流动变化 大自然因为流动变化 所以才会生生不息 不一不义 那就在告诉我们 一切都在流动变化 当你了解生命实相之后 你的生命对于 你的生命对于大自然 是全然的信任 对自己的生命也是全然信任 所以你就会把生命交出来 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然后让整个法界的法流来运作 那你是活出每个当下 你生命的意义 活出当下生命的神圣 珍惜 把握当下的缘起 把握当下的生命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你这个生命体 不管你到哪里 你都安心自在 你都活在天堂的世界 刚才讲的这个很深 大家还要好好去消化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们有问题 还有还没回答问题 我想下次还可以再 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些回馈 如果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你们下面一样 以后 就是 你们不同的课程一样 有需要 那都可以约好时间 来跟大家做回馈 做服务 OK 非常感恩这个郭老师 这个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这个 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郭老师 我们还有四堂课 就是结束那个 试试本外的 这个这一段的学习 下一个月呢 就是说 30号呢 其实23号我们就结束学习了 但是30号呢 就是说 不知道到时候 我们会跟您再商量 看看您是不是有时间 我们接到有些学员的要求 是30号的话 也就是说下一个月的最后 一个星期六 这个 在学习完了以后 请您到时候给咱们这个答疑解惑 因为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 好 这个给咱们做个结业 鼓励呢 在座的家人呢 继续学习 学习 这个做一个小结的话 咱们接着再学别的 好好好 可以 谢谢 OK 非常感恩郭老师 郭老师 感恩 好好好 谢谢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 再见 好 好 好 谢谢郭老师 那咱们再来做一个祈祷 来结束今天的学习